亞洲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啟用首日立刻擺烏籠 醫管局初將一名沒有確診新冠肺炎的女子送入亞博覽治療 她星期六下午4時多根據入院名單獲安排救護車送往亞博覽 但到晚上10時醫生核實資料時發現她沒有陽性的新冠肺炎檢測紀錄 醫生第二天評估後核實她並不是確診者 並轉送馬加列醫院檢查和做病毒測試 結果亦呈陰性 無端端和確診者同處一室是否需要接受隔離檢疫呢? 醫管局都說不是 她全程都有戴外科口罩 她都留在自己的病格那裡 所以我們都要再和衛生防護中心再繼續商討 究竟她的定性是怎樣 不過第一個檢測就是陰性 問題出了在哪裏呢? 病人就是在等候安排入院 我們會有十字車跟那個病人的住址 就送她入亞博的 那個名單我們通常都有幾個站會再核對 可能核對的情況都是做得不夠嚴謹 希望大家都理解 亞博管這個設施都是一個新的運作模式 整個程序都是很趕 和很多病人需要處理 當然我們明白 忙和趕都不是藉口 在這裏都要和大家說聲對不起 醫管局又說會檢討整個流程 包括加強核實確診人士化驗結果的名單 避免同類事件發生 有議員對這次事故感到非常驚訝 形容是非常低級的錯誤 如果當中有人不幸因此而確診 醫管局需要負責任和賠償 他有透露有不少私人執業醫生 有意到亞博管幫忙 但局方未有接納 質疑當局沒有妥善調動人手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導 東網想你看計劃回來了 今次新增了賺分任務 每日尖度和閱讀指定新聞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cc coins 援取豐富獎賞 想知有什麼可以換? 按進來兌換禮物 入貨價一次過看完 選對深水禮品之後 可以選擇郵寄或自行領取 換了禮物 何時到期又不記得 按進來戶口紀錄 隨時隨地查閱積分紀錄 看到你已經兌換的禮物和領取詳情 那就萬無一失了 快點下載東網APP 得入上來看這顆金幣仔 登記成為東網會員 就可以看新聞 贏獎賞了